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启动序幕法检查 对处勤遗传资源保护 种处勤品种选育与生产经营情况等 进行重点检查 并将同步就新修订的动物防疫法开展执法调研 5月21号是国际茶日 当天第四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在浙江杭州开幕 本届国际茶博会以茶和世界共享发展为主题 全面展示我国茶产业发展成就 新技术赋能加快了春耕的速度 目前黑龙江大田播种和水稻插秧已接近尾声 作物全部拨插在封产期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利用远远杂交技术创制小麦冰草新品系 将提高我国小麦的产量和综合抗病性 各位好 这里是2021年5月21号播出的中国三农报道 我是宇凡 首先我们来关注权威发布 为进一步促进我国畜牧业转型升级 推动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 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畜牧法执法检查 全国人大常委会畜牧法执法检查组 第一次全体会议20号在京召开 为提高执法检查整体时效 此次采取执法检查组赴地方检查 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6月至7月上旬 各检查小组将吩咐内蒙古 吉林 湖南 四川 云南 青海等六省区 开展实地检查 同时委托黑龙江 山东 河南 湖北 广东 重庆 宁夏 新疆等 八省区市人大常委会 对本行政区内畜牧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执法检查组将对 畜牧遗传资源保护 种畜牧品种选育 与生产经营情况等进行重点检查 并将同步就新修订的动物防疫法 开展执法调研 5月21号是国际查日 当天第四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 在浙江杭州开幕 本届国际茶博会 以茶和世界共享发展为主题 在开幕仪式上 浙江省省长郑山杰介绍 本届茶博会设立国茶成就馆 充分展示建党百年 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茶产业 茶文化和茶历史 茶科技等成就 展会内容更加立体 办展形式更加灵活 设立了数字馆展示数字化 在茶产业创新中的发展成果 这次要以国际茶博会为平台 推动茶业实施健康发展 深化茶文化的交流互建 让更多的人知茶 懂茶 爱茶 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表示 未来随着人们更加关注健康和生活品质 茶产业发展空间巨大 潜力无限 他认为未来要认真做好 茶文化 茶产业 茶科技这篇文章 需要加快推进茶产业转型升级 唐仁健表示 作为国际茶日的首唱国 和全球最大的茶叶生产国 消费国 中国愿意同各国一起 推动茶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为此他提出三点倡议 一是共同拓展茶贸易合作 中国愿营造公平有序的国际茶贸易环境 以茶为媒 促进世界共同繁荣 二是共同深化 茶文化交融 发扬合而不同的茶道精神 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是共同分享 茶减贫经验 茶是脱贫攻坚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 832个国家级贫困县中 有102个把茶叶作为主导产业 中国愿意各国分享茶产业 减贫的经验做法 20号 自然资源部公开通报了 31起土地违法案件查处情况 涉及违法占用破坏耕地 以及永久基本农田等行为 此次公开通报的违法案例 包括北京市通州区 余某违法占地建设沙土厂案 辽宁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违法占地建设仙霞镇项目案 江苏省连云港市 王某违法占地建设生产厂区案 黑龙江省武昌市福泰村 稻采泥炭黑土破坏耕地案 等31起土地违法案件 在黑龙江稻采泥炭黑土破坏耕地案中 四人以改造土地为名 稻采泥炭黑土 涉及武昌市福泰村耕地 143.15亩 其中包括永久基本农田 90.07亩 目前四名犯罪嫌疑人 已全部抓获 案件移交法院审判 哈尔滨市纪委监委 对该案中屡实不利的 13名相关责任人 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对这些案件的话是一案三查 查的话既查这个违法的当事人 还查这个我们这个系统的监管不利 这个执法不严的现象 还有这个地方各级党委政府 它的这个耕地保护的一个责任 在这一批31起案件中 有的项目移动土即被制止和查处 其中有15起因涉嫌构成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移交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体现了从严查处的要求 目前案件涉及的违法状态 已基本消除 相关责任人已被追责问责 20号国务院新闻办 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国将延续实施 以供代训等八方面就业创业扶持政策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突出文岗位保重点都底线 把部分减负文岗扩就业政策 延长到今年底 具体包括继续实施 普惠性失业保险文岗返还 继续实施以供代训扩为政策 继续发放困难人员培训生活费补贴 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申领条件 继续实施就业见习补贴提前发放政策 继续实施失业保险保障扩为政策 支持毕业生基层就业和升学入伍 支持毕业生自主创业 当前经济恢复不均衡 基础还不稳固 不确定性不稳定性较多 稳就业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需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 突出精准性有效性 把握好实度效 更好的稳定预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号启动党史经典影像素材 4K 8K超高清修复工程 该工程旨在对中国共产党 各主要时期重大事件 重要人物等经典影像素材 特别是年代久远的黑白影像 运用先进的超高清彩色修复技术 进行画质增强 色彩还原 清晰真实重现重要历史场景 为留存好 使用好 党史珍贵影像资料 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整个修复工程计划 从现在起到明年10月前完成 按照边修复边使用原则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将在各重要时间节点 重大宣传中策划推出 短视频 纪录片 和其他融媒体产品 总台超高清试音频 制播呈现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杭州短视频基地 提供5G加4K 8K加AI先进技术支撑 目前 总台已陆续推出 觉醒 山河等微纪录片 继续来关注续博会 现代企业都有专门的分工 比如说汽车厂商 大到发动机 小到螺丝钉 都有专门的供应商 畜牧行业也很相似 饲料 养殖 屠宰 加工 都有专门的企业 这样的产业细分 有利于企业把产品做精做细 但是近些年来 从繁育养殖到 屠宰加工销售的 全产业链模式 成为了行业关注的重点 那么是什么原因 导致了这种变化呢 来看看记者 今年在续博会的观察 在20号闭幕的第19届 中国畜牧业博览会上 记者发现 大部分参展企业 还是有行业细分的 例如专门做养殖设备的 专门做动物保健的 甚至还有专门做 粪屋处理的 但是一些畜牧业的 头部企业 也纷纷提出了 从养殖到 终端消费品的 全产业链方案 你看这个小速度 我们自己养的猪 我们自己的 食品安全有保障 可全程追溯 第二个呢 供应猪的数量 比较稳定 品质比较稳定 产业链的成本优势 表现出来了 参展商表示 更高的食品安全保障 是畜牧行业 未来发展的一个重点 全产业链 可在保障食品安全的同时 控制企业内部的生产成本 最终让消费者获益 在续博会上 针对行业头部企业 经营策略的变化 和可能出现的技术需求 一些厂家也拿出了 配合全产业链 生产方式的设备 进行展示 比如说猪舌内部的摄像头 它可以监控 这个蓝蛇里面 实时的猪脂头树 还有猪脂每天 吃了多少料 长了多少肉的 一个精准思维 做到了一个精准的 成本管控和健康养殖 对于大企业 广泛采用的 公司加农户的生产方式 这套系统 可以提供更好的监管手段 保证食品安全 集团化企业 自身的人员 派驻猪场去巡场 但是一方面人力成本高 一方面不及时 数据不准确 同时还会有 传播非洲猪温的风险 所以我们现在这套 公司加农户的系统 其实就很好的 可以帮助它去远程 做猪场的巡检 监控或者是基础指导 中国三农报道 聚焦三农热点 助力乡村振兴 21号是24节气当中的第八个节气 小满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在24节气当中 有好几个大小呼应的节气 比如说小鼠 大鼠 小寒 大寒 但是您注意到了吗 只有小满 没有大满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答 小满这个季节 把全国各地都开始进入雨季 所以各地开始下雨了 小满就是江河湖泊的水 开始涨起来了 古代设这个小满 就意味着我们抗旱的季节过去了 现在开始进入雨季 雨季干什么呢 要防烙防灾 所以小满就是要做什么事 要去修笛修坝 所以它有一句农业叫做 小满小满修笛猪坝忙到晚 古代为什么有小满不是大满呢 大满就表示水长得很多 要发水灾了 那水灾显然是不吉利的 我们不能作为一个节气 专家还表示 和清明古雨这样农忙的节气不同 小满节气对全国大部分地区的 农业生产来说 则是进入到一个很短暂的农闲的时间 在南方地区的卖区 开始进入收货的季节 但是还不是最忙的时候 在北方和南方该播种的地方 都已经播种完了 所以上面有点闲 闲下来就去修水利 这个时候的害虫都特别多 杂草也长得特别快 所以农河上面主要做一些田间的护理 5月以来南方地区已经出现了多次较强降雨过程 江西湖南等省多地发生险情 各地的救援正在紧张开展 20日上午 湖南省香香市鱼塘镇潭西村 一座大山塘因山体滑坡导致决堤 当地相关部门紧急疏散山脚下200多名村民 同时组织抢血人员挖低易红道 降低水位 并对下方六口水塘同步放水 这次险情抽毁农田20多亩 淹没农田上百亩 未造成人员伤亡 也没有造成房屋道路受损 在江西吉安的万安县 强降雨引发山洪及部分地方塌方 一些早道和道路被淹 房屋受损 在万安县芙蓉镇农西村 山体塌方导致村里一个养鸭场受损 大鹏强体倒塌 养殖设施受损严重 实际损失的15万以上 我们正在组织人员在清理 让我们的经济损失降到最低 在芙蓉镇建峰村 村民萧永军种植的早稻 基本上全部被淹受损 面积超过100亩 现在只能等到水退之后 可能耕种一些中道 挽回一些精进水池 5月20日凌晨 广西隆安县突降暴雨 使部分地区的水稻 玉米等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 多个路段出现积水断路 和塌方落石等情况 在大同村花禄屯 河水已经淹没进屯的道路 当地气象部门提醒 夏季汛期来临 大家要关注天气变化 提高警惕 提前做好准备 在东北春耕还在有序进行 今年黑龙江利用土地托管模式 通过区域农服中心 向周边农村提供 大型机械跨区作业 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 有效衔接 在黑河市北安杨家乡民主村 大豆中耕地块 农户们正在利用北大荒集团 北安区域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的 大型机械进行伸松作业 以前我们中耕整地 用的是小型机械 深度才达到20厘米 今天我们用了大型机械200多瓦厘米 中耕的深度 整地达到了30厘米 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在示威阶段我们采用测读配方 示威技术 波总采用精量点波机 做到波深一致 逐具均匀 在中耕阶段 我们沿抓作业质量标准 使托管土地 在各个环节达到标准化作业 土地托管让小农户 与现代化农业有效衔接 沿要求带来的是 作业质量和效率的提升 截至目前 黑龙将全省已签订 全程托管服务合同面积 超过2000万亩 在新技术的助力之下 黑龙江省农情调度显示 目前全省大田播种 和水稻插秧已经接近尾声 作物全部波插在封产期 在双崖山市保清县 头道林子村水稻田里 重粮大户江新林 正驾驶着波玉百栽机插秧 这个春天它拨苗的时候 它很省事 它是那个托盘地把土 一次成型的那种 挺省力 就是一个司机和一个插苗的机器 跟苗的人就够了 一天一掌夺地 也是两掌夺地 就一会儿跟我们就完事了 保清县全县耕地面积300万亩 眼下玉米大豆已全部播种完毕 全部播在封产期 水稻插秧已接近尾声 预计5月25日前全部结束 在黑龙江省武昌市的 一家水稻种植合作社 机械插秧机不仅加快了春波速度 也实现了水稻生产结本增收 较往年省了将近每平方 省点量省了将近四两 成熟期能较常规种植 是到早成熟5到7天 使产量能每亩地提高100到200斤 近十年来 黑龙江粮食产量领跑全国 工厂化育秧 全程托管重粮 机梗全覆盖等新液态新技术 不断赋能 加快了春波速度 目前黑龙江省春耕生产 进入收尾阶段 粮食播种面积2.169亿亩 同比增加140万亩 下一步我们重点要做好收尾工作 适时组织农民开展水汉田的中文管理 确保把各种农作物的都播种在最佳的高产期 随着春耕进入尾声 黑龙江地区汉田农业生产 也已转入田间管理阶段 今年的这个鱼米生产 受到了天气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东部地区四月份雨水比较大 在播种的时候就比较困难 像西部地区它又是比较旱 播安中以后六七公分都是干土 所以有些地方还采取了烹灌的测试 来保证出苗 20号中国农业科学院 作物科学研究所在河南 展示了一种新的小麦种制资源 一起去看看 如何进一步提高小麦单位面积的产量 那靠的就是种子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科所 位于河南新乡的小麦实验基地 我身旁这可不是一般的小麦 而是新培育出来的小麦种子资源 那它是怎么来的呢 那我手中这两种植物 分别是它的爸爸和妈妈 这是来自于戈壁高原的冰草 它具有抗病性和碎率数多 这样一个特质 那经过科学家30年的杂交和培育 就得出了这个新的种子资源 它继承了新本材料的 又良的抗病性和封产的一个特质 这个抗汗抗病 你这个碎子上多花多粒 当时我们就想把这个东西的优异特性 转到小麦里边去 这个是我们得到的 它的衍生后代 你这个碎子 它的碎率数明显地得到加强提高了 这样的话对小麦的下一步的育种 提高产量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前景 或者有应用价值的一个新的一个种子材料 据了解 小麦冰草新品系 是科研人员历经30多年 利用远远杂交技术创制出来的 利用小麦冰草新品系作为育种材料 经初步测产 能提高亩产约15% 那么在河北上形成高产 实际上一个突破要素 就是增加它的碎率数 可是河北往往春季时间比较短 影响小麦的运缩时间 所以说河北非常难形成多粒型的小麦 而这个冰草的特性恰恰是多花多粒 育成的最新的跟冰草杂交的这批材料 非常适合于河北麦去应用 另外不少专家表示 小麦冰草新品系抗病性得到了增强 这将有望进一步提高 我国小麦的产量和综合抗病性 它的抗性很好 抗调秀 抗叶秀 抗白粉 还抗慈美 并且是一个似乎西南卖区的 优质的若金小麦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三农报道 为了让群众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到便捷的司法服务 近日吉林省通化县法院 把立案窗口前移到乡镇办案点 把巡回办案延展到偏远村屯 在田间地头解决群众遇到的诉讼和纠纷 老孙之前在当地一家银行申请了贷款 但是由于遭受旱灾 加上自己患了疾病 在规定期内无法偿还贷款 与银行进行和解争取延期 需要经过法庭诉讼的环节 考虑到目前正值农忙时节 老孙身体又不好 通化县二密法庭就将开庭现场 安排到了老孙家里 经过法庭的调解 双方达成了和解 老孙的贷款可以延期还款 针对老孙这样发生在村里的纠纷 通化县法院二密法庭 制定了立案道乡镇开庭在村屯 调解进家门的措施 在田间地头进行案件调解审理 这个主要是减轻当事人的这个送类 不然的话他们来来往往 需要两三天的时间 近年来随着三江园国家公园内的 生态环境不断改善 生物多样性得到了显著提升 研究人员在三江园地区 布设的红外相机频繁记录到 雪豹 棕雄 白唇 鹿等 多种珍稀野生动物的活动影像 这是一段在三江园地区 拍摄到的雪豹吼叫的活动影像 视频中的雪豹吼叫声 虽然没有狮虎那样震撼 但也实属罕见 雪豹作为高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 它的频频亮相 证明了所在地区生物链的完整 和生物种类丰富 生物多样性的话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物种数量的增加 还有一个是个体数量的增加 两个非常好的例子 就是藏莲鸯和雪豹 对于藏莲鸯来说的话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可能它的数量不足两万只 到现在经过我们的保护 它的数量在产高季节 可以达到六万多只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雪豹 这些年的话我们在青海省 发现雪豹的地方越来越多 青海省的六周两市 都有了雪豹的实体影响记录 近年来青藏高原气候 暖湿化越来越明显 三江原地区的植被盖度 草场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 也随之提升 截至2018年12月 三江原国家公园 共分布野生鹿生脊椎动物 270种 国家重点保护动物69种 占全国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总数的26.8% 本期的中国三农报道就是这些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 您还可以关注农业农村频道的 微信微博 更多移动视频 请下载央视频 再见 再见